Hello 大家好 我是凯西 我现在在新西兰的奥克兰 今天是8月31号了 那8月份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 整个2020年也已经过去了大半了 新西兰今天是新增了9例 那4例是输入的病例 今天开始整个奥克兰就结束了 历时两个半星期的这个三级的警戒了 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2.5级的警报级别 2.5级的警报级别下呢 那社交的这个聚会呢 上线是10个人 当然了你要是家里有这种红白喜事的话 那上线呢你要经过授权以后呢 上线呢就是50个人 在这个餐厅餐吧呢 最多呢也是容量100个人 并且呢公园和这个健身房 博物馆图书馆这些公共场所呢 还有一些娱乐场所呢 也是都已经开放了 还有一个就是今天12岁以上的奥克兰人 在乘坐公共交通的时候 是强制佩戴口罩的 今天一大早 这个警察也是在进行这个巡逻和监督 看大家有没有在这个公共交通上 佩戴口罩哈 同时呢在一些比较大的交通枢纽呢 警察呢也是给这个没有戴口罩的一些居民呢 这分发口罩 就在今天啊 对于整个这个奥克兰人来说 今天是解封的一天 那今天呢清晨的这个机场 一大早啊就被急爆了 有很多人呢是去工作的 但大部分人呢都是到其他城市去度假的 估计很多这个奥克兰人都憋坏了 但是呢在奥克兰之外的这些城市的居民来说呢 都不太希望奥克兰人去 我在新闻里边呢还看见有对当地的一些民众 有一些采访的 有人就说最好你们还是不要来哈 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一些新闻啊 比如这个坎特伯雷大区哈 这个雇主商会的这个执行首席执行官 这个坎特伯雷大区呢 就是这个基督城现在所在的这个大区 这个呢他们呢也是新西兰非常重要的一个旅游城市 这个执行官呢就说这个 让大家呢这个保持对病毒警惕的同时 就是我们不能再承受再次提高警戒级别了 奥克兰人如果不来坎特伯雷的话 我们每周将损失100万纽币 可以看出啊这个在健康和经济方面呢 错平衡是非常的难的哈 这新西兰的很多的这个病毒专家呢 反正也是对这个解除这个三级的警戒呢 也表示担心哈 大家都觉得如果放松这个旅行限制的话 那很多奥克兰人就会到其他这个新西兰的一些地区去 有可能就将职业病毒呢传播到那些地方去 所以呢这个政府呢也提到了 如果说在9月6号的话 也就是这周的周日 那就会对这个2.5级的这个警报级别呢 进行重新的审查 总理呢昨天也说了 新西兰将在必要的时候呢 会提高这个警报的级别 大国呢 咱们都知道这个经济体量比较大 像中国呢这个抗压能力可能会大一些 可以用这个经济的内循环来这个对付病毒哈 那像新西兰这样的小国呢 就没有这种内循环了 那在最近的这个lockdown以后呢 这个失业率就蹭蹭蹭的往上涨 尤其呢今年呢又是大选年 那对执政党来说呢 如何在这个与病毒这个相处的同时呢 保经济就非常的难了 那奥克兰解封以后呢 今天呢奥克兰所有的学校的学生呢 大概会有25万的学生呢 就重返了校园 那今天返校呢 很多家长呢就对这个政府啊 有一些措施呢就表示很困惑 那因为教育部呢就提出来说 上课的时候呢并不强制学生戴口罩 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啊 就是现在要求这个在这种 2.5级警戒的这个规定的这个下呢 奥克兰对社交的这个聚集聚会的人数的上限呢 是10个人 所以家长呢也表示觉得 我觉得因为孩子尤其是低年级的孩子 那学校在学校里面呢 那孩子们可以保持这个彼此之间距离 在两米以上的话 就是太难了 而且孩子们之间平时打打闹闹 也是非常平常的事儿哈 其次呢就是关于戴口罩的问题 因为现在呢是要求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啊 这是必须要戴口罩的 但是校车上却是被豁免的 也就是说你在校车上呢 并不强制你戴口罩 然后在上课的时候也不强制学生戴口罩 那现在不光是家长 包括老师呢也对这个规定就表示 特别的这个疑惑哈 因为据我所知的话 在英国有些国家化政府呢 是建议学生呢 在公共区域是必须要戴口罩的 而且这个世卫呢 世卫组织呢很早就已经建议了 希望所有上学的这个孩子哈 都戴口罩 所以有时候新西兰这种迷之操作吧 就让很多华人的家长呢 就想观察一段时间以后呢 再送孩子去上学 包括校长们呢 他们也表示 如果这个学校重新开放啊 可能出勤率都不会特别高 因为呢有的高中呢 在上次这个解除三级警报后呢 出勤率呢才只有60% 这次呢是新西兰第二次 lockdown了 所以呢就会感觉到 这个社区里比上一次 大家就会更加的有更加的焦虑 那这次呢 大家都会觉得这个疫情离自己啊 越来越近了 所以就是非常的不确定 因素就很多 总是想等到这个局势稳定了以后呢 再做出决定 比如说让孩子再去上学 这样可能比较放心一些 另外呀大家都知道 最近啊从这个总理到卫生总干事 再到这个奥克兰的市长 都兴师动众的表态呢 只要大家走出门呢 就必须请大家就戴上这个口罩 都在鼓励大家戴口罩 那总理呢也爆出了好多张 是戴口罩的这个照片 新西兰的卫生总干事呢 也带着他孩子同学的妈妈做的这种这个 这个画布口罩给大家做示范 来怎么戴口罩 一度呢还搞的这个松紧袋在新西兰都脱销了 那我们来自大陆的很多朋友都是清楚的 我们买口罩的话都是必须要去要买这个 医用外科标准以上的这个口罩 这样呢才是对这个新冠病毒过滤才是有效的 但在新西兰呢很多人都是非常提倡这个环保的 大家觉得戴一次性的口罩呢太浪费了 所以就兴起了这个自己做口罩的这个风潮 甚至呢还把做好的这个口罩啊 当做这个礼物呢送给这个亲朋好友 我是觉得自打这个新西兰有了新冠 这大半年过去了 好歹让新西兰人都戴上口罩了 这件事呢已经让我们这些当地华人都感动的想哭了 就对他们不要再有太高的要求了 那最近呢这个松紧带都脱销了 那怎么办呢 那总理最近都说了 那你们出个门呢围个围巾 或者拿这个遮挡物掩住这个口鼻 那也是可以的 那我这几天呢 于这个Facebook上啊就看到了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啊就是我们这个奥克兰市的市长 Fill Gulf他教大家怎么来做口罩的 那大家说做口罩我也会做 没有什么稀奇的 那你有没有用袜子做过口罩呢 有没有用袜子做过口罩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不是迷之操作呢 凯西当时看这个视频的时候也是惊呆了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请记得关注我哦 那我是凯西 我们下次见咯